柔佛多个地区逢雨必灾的情况 有望在明年获得改善 当局已经锁定了州内102个水灾黑区 并在去年分阶段展开各种防洪工程 预计有9成可以在明年完工 柔佛房屋及地方政府行政议员 拿督加弗尼披露 柔佛州政府耗资1亿7千万令吉 从一年前就开始分三个阶段 展开各种防洪工程 今年已经成功解决六成黑区的水灾问题 其余两成有望在明年获得改善 另有10%的防洪工程则会被带到2026年 我们下期再见